鬥士忌仁 高者五知之貴 五代鬥羽君 燕山人 夢見祖父告訴他 將來沒兒子 而且不長壽 應盡早積善修德 因此他例行善事 舊祭貧苦 捐見書院 廣興文教 每歲收入除供給家用之外 其餘全都救濟他人 居家簡樸 後生五子 均為顯貴之士 又嚴授三季 三至金雲 鬥燕山 有一方 教五子 明俱陽 就是稱頌他的功德 清朝河南攀蟹園 因為家中貧困 依附兩位友人入省相識 有一個項命者告知他的朋友 指稱 潘君將有大難 須疾避之 二友就借故各贈二金 讓潘君另外租屋居住 某日 看到一位富人頭水 問他原因 富人說 除外賣布 到四金 全都是假錢 怕丈夫拐罪他 所以尋死 於是潘君就將有人所贈四金 全都給他 潘君因而無力租屋 乃借宿寺廟 四身夜裡弓箭的神仙 潘君救人一命 並免恨死 不重謝緣 放榜後 果然高重謝緣 潘君雖然僅記住富人四金 但因請其所有故事 不其功德盛大 得免恨死 並高重謝緣